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 跟大家研究9月25號第8場賽事 第8場賽事這場是三班1650 這場馬大家可以看看左手邊 全部都是第一選擇 全部都是有保護權和王牌馬 就是保護權和王牌馬 動態都很積極 但這場馬一會再分析問題 先跟大家說一邊線路 一邊五隻,一邊兩隻 都有一邊線路特別強 因為有時分析線路 可以有把握的 可以分析到的部速 可以看看從中會不會猜錯 猜對還是猜錯 有時很難說 但這場馬就有一個很古怪的 一會兒撇開了 先跟大家說報名馬 上次退出的那些 取消賽事那些 1號川河寶區 上次就報兩隻 千百 這隻是利勁局 好像有備禮 我記得 今天利勁局沒有騎 用了田泰安 殺人魚馬的田泰安 上一天 利勁局沒有騎 上次是三位 上次是12倍 大家可以抄低賠率 另外這隻7號的雙白騎 那天葛霍尼士最生氣 不知道他生氣哪幾隻馬 我相信這隻都是其中一隻 上次都是報千百 11檔 今天7檔 更加好 對這隻馬的跑法來說 7檔可以省下很多馬位 起碼省下1、2個馬位 上次11檔是5.8倍 但今天是1650 另外到這隻 7號 10號 文武傳奇 5班升上來4班 今天挑戰3班 上次8檔 11倍 8檔 11倍 上次打算找何宅瑤 但今場馬 何宅瑤騎了一幅威勝 但他都找李勁國 也不少 上次11倍 何宅瑤騎11倍 但他也是1800 今天不知幾倍 大家抄下他 可能會有啟示 各位 這場馬最麻煩是哪裏 第一隻長長有已經煩死你了 潘頓哥哥說 我覺得 萬步速 我要放 你不怕嗎 第二 輕易 輕易上次 潘頓哥哥 在我貴中 貴休息的時候說 上名率只有10% 威達兩場頭馬 其實他跑到現在 上名率只有12% 如果沒有了 偉達的話 他還是很大 但是上場馬 他贏了 始終都叫做 這隻馬是有些質素的 但是 今天又剩下一個漂亮檔 上一場 是有兩隻馬 沒有搞他 他變得很輕鬆 幾步可以帶出來 但是今天 仍然可能也有這樣的形勢 我自己覺得 真真正正快的馬 真的沒有幾多 這場馬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那 就 嗯 長長有不穩定 輕易上次萬步速 嗯 是啊 是這樣的 這場馬 神粗 就跟大家說 神粗 村台寶區 李敬國 本來是李敬國 李敬國 李敬國 但是李敬國 今天就變成田坦安騎 不是李敬國 李敬國 騎文武傳奇 福威勝 何宅堯有試襲 好積極的 長長有 潘頓有試襲 楊明倫也有試襲合格 然後潘頓再試襲 即是試襲合格完 潘頓再試一個襲 好積極的 心中有理 就保持功夫 輕易 贏了沈拿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行文時代 上次就 跑了一場 潘明輝也有保持功夫 雙八旗 國倫 沒有試襲 但是呢 就不停地在這裏 國倫和這隻馬都會有兩個 好似的 好似的 到靚子經 希威心也有試襲 積極的 六野仙區 莫雷拉也有試襲 很積極的 田坦安也有碰過 但田坦安是春河寶區 我覺得田坦安試襲 不代表什麼 因為方家柏 也有跟田坦安合作 但是莫雷拉好像跟他的相名都很高 文武傳奇 本來上次是何宅堯 今天黎凱榮也有試襲 但是黎凱榮沒有馬騎 就比李劍國過來的 紅圖巨星跑過一場 陳家熙也有碰過去 保持功夫 可愛寶也是跑過一場 毛顯東也有碰過去 保持功夫 熱過身的馬 有四號的心中有利 五號的輕易 六號的幸運時代 十一號的紅圖巨星 十二號的可愛寶 這場馬就是唯一 很害怕的就是沒有補足 究竟會不會像是輕易 上次也是這樣 沒有馬騎 他就變得頭段可以很輕鬆 簡直是不夠快 還有大把時間 讓他慢慢推上來 後來才有個神亮金剛 神亮金剛 中段踩油 給他一點壓力 他仍然黏著內蘭 就贏了 贏得很精彩 今天會不會有這樣的形勢呢 真是很難說 雙白旗上季我介紹過大家買 那場輕... 輕滑... 長長有放到很快 那場呢 只有這隻雙白旗不斷 那些龍船啊 圖畫啊 輕滑 不記得還有一隻什麼 只有這隻雙白旗呢 這麼硬不斷 跑到那個四四五回來 下一場就已經 輸過短頭 比... 好...你... 好運齊來 啊 蔡悠漢那隻 很厲害那隻 是這一隻 那變了 今天那個步速呢 如果真的 前面如果萬一沒有步速呢 就... 那... 就是... 很難說的 好像守住下跑的 一些是川河寶區啦 長長有 dicho他ют 通常 monthly的海前是很好的 你放一邊比較好 那... 有才用的 有他寫著系統 那裏 頭平線也對 有一本的 一個不整ätzen ẹspan 一賓 ys pa 我 Ensign 那些是 一 mirror 一看 不會說好 紅圖巨星有機會放得守著跑 但是守著和扯快的步速是兩件事 守著的可能對前面有利 因為你又不用放那麼快 回來只是大家鬥枝一段 後面那些就很難追 這一場馬的步速很影響形勢 但是都要選馬 沒有可能不選馬 你都要盡量去研究 我就相信這隻陸野先驅 這隻陸野先驅 我自己去看看 雖然它未熱過新 但是有一點值得大家留意 這隻馬到現在都未交代 看看會不會好像醒目涌驅 整季都交代不到3344 季尾那兩場 守著跑 都可以跟那些強手跑回來的 劍追風 路路通 任惡行 心中有利 快利堡 起碼都可以跑得贏 這一堆的馬 變成這隻這麼年輕的陸野先驅 今天大家可以看看 這隻陸野先驅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操練 雖然它這裏 七月三跑完 休到七月二十三 其實它由七月二十三 一直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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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很積勁 由七月幾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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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ers 一來未交代,二來莫雷拉再去試一個閘 可以順賴他,其實長長有是好的 還有保健康,7月2號這幅威星是不良於恨 7月7號長長有不良於恨 這兩隻有不良於恨紀錄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自己會選這9號陸夜先驅做膽 我只是博他一個因素,由7月幾到現在第一 臨上門7月19日再試多個閘 莫雷拉親自去試,然後馬尾交代 輕易鬥志偉達當然好 但今天萬一不像上次那麼輕鬆的話 可能會有些變數,但我還是不敢說不要他 我就愛了9號膽陸夜先驅做膽,拖一隻村河補區 上次我播了一條片給大家看 他有一場都是兩隻馬步跑的,好像是封煙四起 上季尾一齊跑的,整群馬都沒有跑過 上次報1800,出不了 出不了之後,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這隻村河補區,18號那天出不了 出不了之後,19號再跳一課,22、23 就是跳一些快時間 他又沒有試閘的 我相信這些老馬、苗黎德都心中有數 都不需要試閘的 他曾經在二班,今天下到三班 村河補區上次是三檔 出了取消賽事那場是三檔,1800,12倍 抄下他12倍,看看他今天會有多少倍 檔位是好轉的,但會有失車危機 因為前面如果真的慢步速的 他失車危機就很麻煩 長長有如果留後跑 萬一前面沒有步速的 對他又是很窄勢的 那我就變成了這場 我這場博爛滿 反正都不知道這些步速是怎樣的 德鴻圖巨星啊 雙白旗啊 那些可能擺前一點 輕易那些 但是很難說的 他們有時候 就對他們有利 如果有些出來搞鬼的 好像領梓晶那些 突然間有些新鮮感 如果不斷快 就可能整個步速就不同了 那我只要六夜先驅那一點 就是叫做 19號莫雷拉 去整多貨大閘的 我覺得由7月尾遭到現在 應該不好不出吧 那六夜先驅做膽吧 拖了1號的川河補區 另外輕易啦 希望他賺完再賺啦 審拿就審拿啦 10%就10% 另外 雙白旗都要的 雙白旗都要的 那爛滿大家 這一場我想給大家一些爛滿 爛滿就是我上次沒有跑過的 就是叫做幸運時代 因為我實在不能寫得這麼多隻 或者四連環的時候 大家可以拖回幸運時代 或者幸運時代 長長有那些都有威脅性 但是步速上會很影響 幸運時代的範圍 擺前一點也是可以的 就是守著下跑也是可以的 可以跟輕易啊 雙白旗那些同一個類型的跑法 就變了這隻 六號的幸運時代 上次那場千四 好像千四 上次剛剛那場千四 我是當他沒有跑的 就是十四位啦 希威深啦 輸六個馬位回來這場 我當他沒有跑過的 但是你看一下 前一場 上季尾那場是 月遇全財 松草之聲 幸運時代 他是輸四分三個馬位 贏到有備而來 二郎這些馬 就是這隻馬 他擺在前面 你看一下 3335 回來 他也是跟那些很強的 對手 反回來的 但是上一場 我自己覺得 他就 不是說很認真 一來輕微心 而來那些 那些 變成了這隻 是行運時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賠率的可以拖一拖 他 但是我就不提供得那麼多 我就要了六野仙區先 然後拖這隻 川河寶區 然後拖上次 那隻 輕耳 如果大家覺得 輕耳不喜歡的 搏一下懶的 我們是行運時代 到時大家自己 那位師兄自己可以照單 看看喜歡哪隻 就要哪隻 那這場馬 我跟大家說聲 隨時的步速都是 很容易受影響的 這一場的步速 沒有一些鬥志鮮明的馬房 是做放頭馬的 尤其是 一堆都是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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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不知道什麼步速 我這場的提供就這麼多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一按訂閱那個鈴 按一按紅色的鈴 有影片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 研究一下馬仔 那就好 多謝 拜拜